大家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 十二章可以分成几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就是 一到十一节是一段 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是一段 最后二十五到二十九节是一段 三段的圣经 我们来看第一段 一到十一节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诚心忍耐 被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 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又忘了 那劝明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 果儿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 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 神管教你们 但你们如同带儿子 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嘞 管教员是 种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狮子 不是儿子了 再者 我们曾有 深深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当 更当顺服他的身吗 深深的父都是 占 谁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圣洁的上有份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 接触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一开始就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这里所指的见证人 就是昨天十一章所提的 旧约里面数字不尽的 这些的人物 他们的信心 他们坚持到底 昨天也讲到 他们心里所盼望的 是一个更遥远 更美好的家乡 在他们天上 最终的归宿 也是我们人的根源 起头来的地方 因为这一个的信心 所以他们经历很多的 拦阻也好 困难也好 什么都好 但是他们始终如一 向着这个终极的轨道 来走上去 这些的人 就成为云彩一般的 见证人 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这些云彩一般的 见证人 他们的信心 今天仍然是活着 所以他们这样 围绕着我们的时候 其实第一 第一节的这一句是 英文有一点点的 更加清晰 就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因此我们都要 我们都要好像这些的 云彩一般的 见证人一样 放下各样的重担 放弃那些容易 残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本来摆在我们 前头的路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所以原来 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 见证人 这些见证人 是拿来做什么的呢 其实他们就好像 一个拉拉队一样 他们也是一个榜一样 鼓励我们 和他们一样 奔跑同样的路程 在这个路程上面 我们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就是 我们要 放下各样的重担 我们要放下这些重担 这些重担是什么呢 这些重担可能就是 忧虑啊 世界的一切的包袱啦 名利的包袱啦 这些的东西 拦住我们的 我们要亲身上路 否则背着这么重 这么多世界的东西 你怎么去跑呢 你在赛场上赛跑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看见 别人背着一个楼 背着一个框 背着一个背囊 这样去跑 怎么跑得快呢 所以要放下这些东西 问题就是 你怎么 为什么你可以放下 这些世界里面的包袱 这些的缠绕呢 其实一定是 你心里面 有一个优先 顺序的改变 你才可以做得到 否则的话 你一定是 紧紧地抓住世界 但是如果你能够 放下这个世界 就是说你看见了 你前头 更加值得的 这就是我们 昨天十一章所讲的 他们只想一刻 离开这个地上的家乡 没想过再回去 因为他们知道 前头的更美好 所以这就是 这个信心的眼光 我们都要这样 第一件事 要放下我们的重担 第二件事 要脱去我们的罪 重担让我们走得慢 但是走得慢 起码也会慢慢走 但是罪就更严重 好像一个锁链一样 帮我们锁住 让我们动弹不得 我们如果要走这条天路 如果我们不将这个 潜在我们的罪 脱去的时候 那个罪 就好像藤条 就好像铁链一样 叫我们锁在远地 我们根本连走路都走不了 我们根本连动都动不了 我们没有办法走上去这条的天路 去到神的面前 去到神的同在当中 所以第二件事就是 我们要脱去这些禅类 我们的罪 这个禅类很有意思 就是好像绑着你的 缠绕着你的 但是如果说你在经济场里面 有一条铁链缠着你 你当然动不了 所以要脱去 然后要存心的忍耐 为什么要忍耐呢 因为这条天路 不是一条短短的路途 它是一条长跑的 一个路途 所以我们要忍耐 我们要有耐心 这个忍耐的医师 其实就是不要放弃 不要中途而废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这个忍耐 其实就是和坚持来挂钩 所以这条的道路 我们要这样去坚持 去跑这条的前面的路途 那怎样才能做得到呢 我也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 好像那些长跑的教练一样 我们知道原来这条天路 是一条长跑的路程 所以我们要放下重担 所以我们不要被罪 惨绕我们 然后我们要坚持 不要放弃 这些都是得圣的秘诀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第二件 仰望为我们悉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就是你要望着他 跑步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你望着终点的 冲线的那条线 这是你的目标 你就会继续的跑下去 你就会向着这个目标 直接冲过去为止 所以这个目标 就是为我们的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不单只是我们的主 他也是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 起点终点 都是在他的手上 什么叫起点终点 都在他手上呢 什么叫创始成终呢 就是由我们开跑的那一刻 耶稣就是我们的目标 原来他不单只是我们的目标 他好像一个陪跑员一样 领航员一样 从我们起跑的时候 他就带领我们 我们一起跑 所以你望着他跑就可以了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长跑的经验 长跑都是真正的 那些高手 一开始跑的时候 心中就有个假象 就是一群人当中 你就望着一两个人来跑 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一直跟着跟着 到最后的时候 才充斥 原来真的天路 就好像这个跑场一样 耶稣就是我们要望着的 要跟着 跟着他的步伐 跟着他的节奏 然后你发现 他会就带着你 慢慢地冲出这个人群 直到终点的 在看的时候 这就是那个秘诀 而这位 为我们的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也是一样 后面就是讲 他不单只是我们的目标 他就是那个陪跑员 甚至是领航员 因为他也是因 摆在他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了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如今便坐在 神的宝座的右边 原来他就是我们的榜样 耶稣都是这样 跑过他人生的路程 他也是看见 将来的喜乐 在他面前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这个喜乐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后面讲的 他轻看羞辱啊 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啊 这个羞辱和苦难 我们很清晰 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 充满羞辱的刑具 所以他是甘心的 走上十字架 所以他在科兴玛里园的时候 跟神说 不要照我的遗失行 乃家照你的遗失行 如果这个苦悲 必须要忍的 他就甘心去面对 这些羞辱 被吐口水啊 被打巴掌啊 被鞭打了 甚至经济的冠面 戴在头上 被吸拢 令到最后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最想救的 这些苦要至亲的 以色列人 走过他面前 都向他吐口水 甚至那些 介事长文士 都跟他说 大大的羞辱他 甚至有些人讥讽他 如果你是救主 那你跳下来啦 你跳下来 我就信你啊 他忍受这一切的东西 还有十字架上 撕心捏肺的痛 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去忍受呢 是因为摆在他前面的喜乐 那这个喜乐又是些什么呢 耶稣的人生里面 究竟有什么样的喜乐 以至于他抓住这些喜乐 可以胜过这么大的羞辱和苦难呢 其实这个喜乐 就是他看见将来 看见将来在天上 所有因他的付上代价 这些羞辱 而得救 进入永生的那些人 一张张的面孔 我相信耶稣都看见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 有一个地方叫金明堂 就是以前大祭司 干颜法的庭院 他下面有一个监房 相信耶稣 在这个被折磨的漫长的一晚 他们将耶稣困在那个地方 等候天亮的时候 就将他交给彼拉多来审讯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山洞 很老的 犯人就在上面 好像用一条绳子掉下去 在一个深渊的石头 做出来的一个洞里面 漆黑一片 什么也看不见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讨御 因为你唯一走的地方 就是上面 等到有人扔一条绳子下来 把你拖上去 你才可以离开 我记得我去到那里的时候 我就在那里默想 闭上眼睛 因为你闭上眼睛 周围都黑去 黑妈妈的 就是像耶稣的连带 摸着冰冷的城墙 那有什么喜乐可言呢 我记得我摸着那个墙的时候 神给我看见一幅头图画 就是耶稣在那一晚上的时候 其实他摸着那个冰冷的石墙 在他脑海里所想的 就是每一个他要救的人 我相信 甚至连我和你的面孔 都在耶稣的心里面跳过 耶稣看见 只要他挨个这一个十字架 这一些神所宝贵的人 一个一个可以进入永生的里面 这就是他的喜乐 他就是抓住这一份的喜乐 抓着这一个盼望 忍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 既然他走上了这条道路 如今他全然的得胜 所以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成为我们的主 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信心之主 这就是耶稣放在我们面前 耶稣是这样子去走过这条天路 所以我们都要这样 紧紧的跟随其后 这个云彩一般的见证人 最大的那一个就是耶稣 所以我们不单只是有 旧约的信心的伟人 这些成为我们见证人 连我们自己的主 他都是我们的见证人 所以我们要跟着他 奔跑同样的路程 学他们一样的样式 第三节说 这样去受罪人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是什么 让我们这天路的里程里面 有这么多的困难 这么大的压力 这么大的拉扯 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其实就是要常常 失恋 这一位的主 当我们常常失恋 这一位主的时候 我们 我们就不会灰心 都不会疲倦 因为很简单 就是今天我们所受的 和耶稣相比 实在是 没法比较 耶稣都可以这样子 为我们走过 当我们望着耶稣 去跑的时候 我们当然都能够走过 所以第四节就说 其实你们 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去到 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就是说 耶稣抵挡 罪恶到一个地步 是流血的地步 所以我们 要对抗罪 我们所付上的代价 在耶稣的面前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人有时候很有趣 我们会觉得 好辛苦啊 好辛苦啊 然后你看看 有些人比我们更辛苦 他都可以走得过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他都可以 那我也可以啊 其实这些就会激励我们 所以作者就说 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很辛苦 很辛苦 觉得辛苦的时候 你将你的眼光望远一点 你看看人家是怎样 当你看见人家 都可以走过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其实我算得了什么 再来过 这就是群体的威力 其实我们常常都说 我们都很希望 我们的小朋友 他们的群体 是一个这样的群体 很有趣的 如果他们身边的朋友 每一个人都是读书的人 那他就会读书 他就会看见 哇 人家都这么努力 我也要努力一些 人家都可以不打游戏 我也可以的 其实就是互相激励 否则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放弃 退后 所以他说 我们要常常思想耶稣 这样我们就可以 不疲倦 不回心 耶稣的经历 对耶稣的那一份感恩 会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 我们其实没有 我们想象中那么辛苦 我们和罪恶相争 都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所以我们是需要加油的 然后又有话告诉我们 我儿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如果你将这个苦难 看成是神的管教的时候 你就更加的有盼望 你就更加不会灰心啊 我们其实也有这样子的 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将所有的事情 都怪在神的身上 说一切的源头都是神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追溯所有的人 当然就回到宇宙的第一任因 所有的事情都赖在神身上 好的不好的 你没想过 其实你不好的 你追到最后 源头都是追到神那里 因为世界从他而出创造的 这就是希伯来的信仰 一元论所在的地方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从神而来 但是问题就是 罪不是神的心意 救恩才是神的心意 所以当我们去对付罪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灰心上志 虽然你追源头 都是追到神那里 但是 我们要用个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呢 就当他是一个管教一样 这一个的管教 不要轻看他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苦难 我们的经历都不要轻看他 因为这些的苦难 这些的经历 经历过之后 其实苦难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你 经过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辛苦 当你胜过的时候 你回头再看 原来这些的苦难 念旧了我们 更大生命的毅力 强力 那一个特质就出来了 好像 得该 新气质的讲道一样 分享 我相信他当时都很辛苦 但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没错 做父母的 当然希望我们的孩子 一生顺利 样样都很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轩恩在这个升学的事情上面 好像困难重重 障碍重重 本来应该是一个平坦大道 特别是我们很想 我们的儿女都赢在起跑线 现在的人甚至 觉得赢在起跑线都迟了 最好是赢在 还没有起跑之前就赢了 都希望那条路是很顺利的 每个人都想着 这是一个100米的赛事 随着枪势一想的时候 为什么是跨栏呢 为什么会变成障碍赛呢 和我们的期待很不一样 当我们真的这样走过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些的困难 这些的东西 让我们的孩子 反而更有毅力 反而更有那一种 克服困难 不放弃的精神和毅力 其实这些不是更加宝贵吗 所以这些的苦难 这些的东西 其实是一种管教 而我们知道 父母爱我们 就会管教我们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奔跑的路程上面 更加得力 当然他举了一些例子 就好像我们肉身的父亲一样 我们肉身的父亲都会管教我们 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难受 都觉得难过 好像苦难一样 但是肉身的父亲 他是不完全的 他的管教是暂时性的 他管着管着就管不到你了 因为你长大了 你的看法和他越来越接近 你的智慧身量成长 到最后他就管不了你 他只是暂时的 而且肉身的父亲 因为肉身的有限 所以他能够 为什么他能管教我们 是因为他们看得比我们长远 比我们高一线 但是这个父亲是有局限性的 因为他不是永恒的 虽然他看得比我们长远 只是比我们长远一点点 比我们长远个五年十年 都已经不错了 所以他的管教 未必是最正确 也有他肉身的限制 甚至自己都有软弱 但是神就不同了 他是万灵之父 这个万灵之父 他管教我们 就是要我们得益处 而且是要我们 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这些的管教 目的就是修正我们的人生 管教 其实就是修正 这些的修正 会让我们越来越圣洁 越来越和世界分别出来 越来越像神 这就是万灵之父 管教我们的目的 让我们可以活出他的形象 所以我们要能够这样 去看清楚 我们要能够这样去明白 这些管教 这些管教的事情 当时你不觉得快乐 反而觉得愁苦 但是后来经历过的人 就会接触平安的果子 就是亿 所以我们原来 我们这样去跑这条天路上面 我们去忍受神的管教 这个管教当中修正我们的人生 到最后 我们有美好的果子 这个果子就是神称我们为义 这个称义 当然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 神就是透过这些东西 将我们的拧拧脚脚啊 将我们的罪啊 软弱啊 我们的性格磨去 磨去这些的 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 无论我们的人生 在这个坚持上面 毅力上面 我们的属灵肌肉 各样的东西 我们都强壮 可以站立得稳 这就是管教的好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看清楚 这个图画的话 那我们就有后面第二第三段 第十二节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子不致歪脚 反得痊愈 你们要追求和众人和睦 必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要谨慎 恐怕有人施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 就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念世俗如以少的 他因一点的食物 就把自己的长祖名分卖了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 竟被弃绝 虽然好哭窃求 却得不着门路使他 父亲的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人摸的山 此山有火焰 密云 黑暗 暴风 叫声于说话的声音 那些听见这些声音的 都求他不要向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 说靠近这山的 即便是走兽 也要用石头打死 所见的极其可怕 甚至摩西说 我甚是恐惧战惊 你们来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有名路在天上 诸掌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有神叛众人的神 和被称 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并新约中的中宝耶稣 以及所撒的血 这些所说的比 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前面还能明白 后面就越听越模糊 十二节说 其实是一个鼓励 如果我们看见 我们人生所经历的 这些试念 不过是神的管教 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善洁 越来越像神 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被磨练动化 我们就将下垂的手 发酸的推停起来 我们就可以聚取的 而且是蛮有力量的 我们昨天所有同工去做运动 去做运动的时候就是 当你一直做的时候 你的肌肉开始酸痛 但是 如果你知道 原来这样子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越来越健康 我们就身形越来越好看了 肌肉就越来越强壮了 你就会忍受这个酸痛 我常常都说 强壮是用酸痛换回来的 为什么我们会变得强壮呢 就是因为我们撕裂 我们的肌肉在重组 撕裂在重组 每一次的这个撕裂 重组的过程 就让我们得着力量 所以原来跑天路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看见将来的美好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 发酸的腿下垂的手 都再一次挺起来 继续加油 继续举多两下 就望着前面的美好的形象 这样子去 那我们所望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追求和睦 追求圣洁 追求越来越和神相近 年间 我们就要避免一些的东西 避免毒跟埋怨 淫乱 污秽 贪恋 世俗 我们要断开这些的东西 我们要继续向前跑 我们就知道 终究我们必然得着 突然之间 为什么又突然讲到 这一段我们都明白 为什么突然又提到 我们来到这个 那人摸的山 池上有火焰 乌云 黑暗 风暴 这些 其实这一段和后面 二十二节所说的 西安山 就是两个座比较 前面的有 密云 黑暗 有较深的 就是西来山 当神在西来山降临的时候 要将法板 刺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这个山震动 山林碰出火焰 然后有声音在那里 发出来 甚至这个声音就说 凡是爱经这个山的 无论是走兽 是人 都不能存活 所以当时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连摩西都战战兢兢 都害怕 其他的以色列百姓 更加的害怕 完全不敢靠近 所以他们就推这个老人家 摩西 你上山啊 你听完之后再告诉我们 不要让神直接跟我们说话 我们担当不起 你传递给我们 听我们就跟 所以这个西来山 所代表的就是旧约 就是这个旧约 但是旧约让人恐惧 战兢 没有办法受得住 但是我们今天 可以继续跑这个天路的历程 因为今天 我们不是去到西来山 在烈火当中 领受神的律力典章 而是今天 我们来到永生神的西安山里面 就22节这里开始 这个西安山是神永远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山人 而且在那里有 有圣会 有一人的灵魂 和旧约的西来山相比 完全是另外一个的图画 因为有新约在当中 中保耶稣 还有更美的 他的写属述说的更美的约 这个更美的 就是指罪得赦免 神加添我们的能力 所以我们不是去 西来山 面对烈火一般的旧约 这个旧约是守不住的 所以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 好像是路一条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 是去到一个活泼的新约里面 我们的中保耶稣 洗去我们一切的罪 他已经得胜 他跑完了这一条的路 所以我们跟着他来跑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跑到 这一个的西安山上面 我们都能够跑到 神的同在当中 这就是云彩一般的见证人 他们所可目 所盼望的 那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可以去到 这个境界当中 这个就要成为我们的动力 成为我们动力的来源 成为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我们看25到29节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继绝 那像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 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那 从天上警戒我们的人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我不要 但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落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所以我们记得了 这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乃是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当我们看见旧约和新约 我们就要谨慎 我们要谨慎 谨慎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看重 我们要郑重神给我们的话 在地上警告我们的人 如果我们不听 我们都会受处罚 就好像地上的律例一样 写了不可以乱丢垃圾 你就是要乱丢垃圾 那肯定会被罚钱 逃不掉的 当你被抓的时候 何况是天上的警戒我们 这个天上的声音 我们更加要听 其实作者也是重新 将旧约和新约 做一个对比 旧约的时候 就好像地上的声音一样 新约就好像天上的声音一样 旧约的时候 神的声音出现在西来山上面 大地都震动 群山都冒火 所以以色列人敬畏到不得了 但是新约里面 同样有声音出来 这个声音比旧约的 其实是更美更厉害 这个更美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不但只要震动地 甚至还要震动天 一切的天地都要被震动 天地被震动之后 唯有不被震动的 永远存在在我们当中 天地要被震动 就是要让一切 这些能够被震动的都除去 你知道不能震动的 就在我们当中 这个不能震动的 所指的就是求神的国 神的国是不被震动的 地上一切有一天会过去 地上一切都会被震动 天地都要震动 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天地都要震动 天地都要更新改变 唯有神给我们的救恩 祂的国度 永存无极 这是永不震动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相信 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 我们才能够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我们才可以放下 世上的一切 因为我们知道原来这些东西 有一天一阵什么都没有了 那最近 看这些的东西 就特别有感觉 因为我一直在追一些新闻来看 真的是觉得原来这个世界的东西 真的不是永存的 真的很容易震动的 所以为什么碎市银行那边 碎市心态 都震动了整个欧洲的经济 以前的人都会觉得 我们买这些的东西 就是很安全的 因为它 万一那间倒闭的时候 你行使这一个 债务权 就排的 比股票 那比较安全 那就是他们收钱 然后再到股民 这是大家的共识 应该是受到法律 法律保障的东西 原来一阵之下 一夜之间 可以掉个头来 对不起 现在不是这样 游戏规则改了 那什么时候改的呢 现在 谁说改的呢 我 就是你完全没有和他讲 昨天你才说 是这样玩的 所以我才会相信你 那我就拿了所有的钱出来 然后今天告诉你 不是这样 规则是可以变的 而这样一变之下 这些以为很安全的投资者 一下子 他们的投资就化为无有 哇 这个世界 有没有公理呢 就是讲的话可以不算数 原来法律也可以海鲜价 规则有理定的 那怎么玩呢 所以你会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他真的是可以被震动 而且他说震就震 完全没有任何的迹象 说改就改 说震就震 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应该怎样呢 谁才是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呢 你是不是已经得到 这个不能震动的国 否则有一天 当天地都震动 不单只是股票震动 不单只是金融震动 天地都震动 大地都要废去的时候 你究竟站在哪里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进入 永存 无限的国里面 这个不能震动的国 你有没有份呢 你今天是不是已经 拿着这个不能震动的国的护照呢 这是我们 值得我们深思 值得我们警戒 也鼓励我们自己 让我们跑这条天国的道路 唯有这个神的天国 是不能震动 而且永存的 阿们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欢迎你降临 我们一同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你赐下你的独生儿子 为我们钉上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 流出保险 洗净我们的罪 耶稣用他的爱 包括我们每一个 好不好 这一刻 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的来开口 开口感恩 赞美我们的神 感谢神在我们身上 每一个的看顾 每一个的恩典 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的健康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开口 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主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跟前 我们要仰望你 主啊 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保守我们过每一个的难关 每一个的难关 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都好像一个死局 但是主啊 你却看顾我们 你却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的 是在灵里面的 赖分的盼望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西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二节说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 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当日耶稣 在十字架跟前 他看的 不是看自己的苦难 他看的 却是人 就是我们每一个罪人 神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要走在 信心的路上面 我们要仰望 这一个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让我们可以跨过 这个每一步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 在我们的面前 都有我们的困难 我们可能 都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困难 可能在我们的经济里面 我们都有不同的困难 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 当日耶稣要面对死亡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看的 是摆在他前面的喜乐 今天同样的来提醒我们 这些的逼迫 是一份的重担 耶稣叫我们不要害怕 要将这些重担放下 我们不放下 这些重担的时候 我们就跟不上耶稣 去跑上这个信心的道路 好不好 这一刻 我们一同来思想 思想在这个时刻 有没有来些的困难 让你陷入一个死局 会不会是我们的经济 会不会我们经常都觉得 不相信神会供应给我们 又或者 会不会是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会很担心 我们的孩子读书 我们会很担心孩子的健康 好不好 我们这一刻 一起来思想 现在最困着我们的这个困局 我们就将这个的重担 这一刻 来到去神的面前来述说 我们来听 就要这些重担 这些的艰难 交到在神的手中 好让这一些 残累我们的 当交到在神的手中的时候 就为我们去 奔纳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无论这些的艰难 这些的困局 在我们的眼中 看起来有多大 但在神的手中 祂是一个 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 祂又怎么可以 不去处理这些困局呢 神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将我们的这个困局 摆在你的面前 愿意将这个困局 这个的重担 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 主啊 我们知道 你定必为我们 抚平前面的道路 让我们 可以有一个 更远 更高的眼睛 可以去看见 属天的那一份的盼望 主啊 我们知道 你是那一个终点 我们要在 向这里 为我们的目标 来奔跑 抓我们 不再是看着 我们现在 眼前的事局 抓球里 拆拍圣灵 来帮助我们 去开启 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可以 看见那一份的盼望 让我们可以 泡下这些重担 起来 更多来跟随你 来起来 让我们卸下这一些的 逼迫 这些重担 继续地跟你来 跑下去 甚至要去 跑出这一个 世界的眼光 跟上神 你的眼光 做我们感谢你 接下来六七节有说 因为主手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 反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 是神管教你们 代理们如同代儿子 也有儿子 不被父亲管教的 过往 以色列人 面对管教的时候 他们是 在旷野 航了四十年 今天神在提醒我们 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子 神是必然会将 管教领导 我们也不要轻看 他的管教 我们要顺服 我们要顺服 神的管教 让我们更加多 有神的样式 更加有力量 让我们可以 站立得住 在我们的里面 会不会有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的小组长 有很多管教我们 可能我们的权柄 也会管教我们 但是我们是不是 都会屏蔽了 甚至 我听啊 我不反驳 但是我也不会去做 今天神再一次提醒我们 天父是必然会出手管教 好不好 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心 来祷告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跟前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都是 你所爱的女儿 主啊 让我们知道 你的管教是必然会临到的 但是主啊 求你这一刻 来软化我们的心 软化我们刚硬的心 让我们听到管教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改 我们就会来修正自己 来对准你 主啊 当我们不管教 不顺服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起来跟在你的路上面的时候 我们的腿都会发酸 我们的手都好像没力一样 主啊 求你给我们更加多的力量 来起跑跟随你 让我们可以听到这些管教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改变我们自己有一个更可慕你的心 可慕要变成你的样式 主啊 不单单是对我们自己 主啊 有一份 一份非常爱人的心 求你也将这一份爱人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不单单 以自我为中心来出发 我们的眼光 是可以更多的 去关心别人的感受 让我们 可以多想我们身边的人 不是只是想自己 主啊 你的管教领导的时候 你就让我们 更多的力 来改变自己 弟兄姐妹 接下来 我们下个星期就要进入四十天的 禁食祷告会了 在禁食祷告的里面 最重要 是我们要先对付自己 我们要先起来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要好好的来到 在神的里面 来思想 来更多 反省自己 好不好 这一刻我们都为着 接下来的四十天的 禁食祷告 来祷告 为着我们自己 里面的刚硬 也要为着我们自己 您里面的 我们一同来开身 我们一同来开身 来祷告 好的 我们下个星期 真的来进入 禁食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一份的力量 我们都一同的来进入 在神应喜 喜悦我们的 这个禁食祷告的里面 我们一同的来开口 绝世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你让我们知道 有你的管教 适合等等美好 你的利利电章 都是用爱来包裹 都是用爱来保护我们 主要你让我们能够看见 你那一份的爱 主要求你的爱 更多浇灌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可以将这一份的爱 去帮助我们身边更多的人 让我们有力的来影响 我们身边的人 主啊 求你让我们 更多的可以像你 有神里的样式 让我们这一份 像神的这一份 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更加多的是 在未来14天的祷告里面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 来看见自己的软弱 更多来对准你 好让我们 可以进入你的祷告的里面的时候 让我们更加得力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Amen 来书12章 28 29节 所以 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 敬畏的心 侍奉神 因为 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弟兄姐妹 神已经将不能震动的国 赏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重视 我们要郑重 我们要感恩 我们不要埋怨 我们要按照神所喜悦的 神所规定的 来用虔诚敬畏的心 来侍奉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 来是烈火的上帝 祂是拯救我们的神 也是审判大地的主 所以我们不要轻忽 这一个的救恩 也不要轻看 这一个不能震动的国 因为有一天 烈火将要临到 大地要被火革新 一切有云 有形有志的 都要被烧毁 只有心里面拧受 长存盼望 不能震动的国 在心中的人 才能够 在这个烈火的审判当中 站立 并且进入永恒 新天地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用这样的信心 要用这样的眼光 来度我们在世的每一天 奔跑 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直到我们 见主面的日子 一切的苦难 我们都要 坚持走过 因为心中 神给我们的是 那个不能震动的国 圣灵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 你将这样的信心 这样的看见 放在我们的里面 你是那个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神 主啊 我们将一切的交投 在你的手里面 主啊 你让我们 常常失恋十字架 失恋 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主啊 你也都让我们 仰望前面的世界 仰望你的再来 知道大地要被震动 但是 我们在你的里面 坚持不动摇 只走到见里面的日子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这一些的信息 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 成为我们的鼓励 成为我们的力量 主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的成岛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